冲浪是东京奥运的新的项目 地主国日本就摘下了两面的奖牌 为日本带来了一股冲浪的旋风 而下一件巴黎奥运将会保留冲浪这个项目 不过比赛地点可能不会在法国 而是会移到大西地 这将是奥运史上比赛项目和主办城市距离最远的地方 千燕县一公厅海边到处都是冲浪人潮 如果说东京奥运为台湾带来羽球顺风 那为日本带来的就是冲浪热潮 因为东奥冲浪新项目 日本选手五十兰卡诺亚夺下男子短板冲浪银拍 而独主有梦露也在女子短板冲浪项目拿下铜牌 日本在冲浪就拿到两面奖牌的好成绩 也成功带动年轻人的冲浪风潮 事实上千燕县一公厅原本就是冲浪胜地 甚至还有人为了冲浪搬来这里 延续冲浪热潮2024年巴黎奥运 也会继续保留冲浪项目 只不过举办地点引起讨论 没错 冲浪地点不是在法国国内 而是一道距离巴黎1.5万公里远 位在大洋洲的法蜀玻璃尼西亚 最大岛屿大溪地 从法国巴黎搭直航班机到大溪地 最少要22个小时 这也是奥运史上和主办城市 距离最远的地点 不过根据了解参加完巴黎奥运 冲浪项目的选手们 也可以回到巴黎一起参加闭幕式 或是住进选手村感受奥运气氛 东西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